美家是一个温柔可爱的高音女生 在教室的走廊上 她与同级生红树相撞了一下 两人一见倾心 此日 美家在图书馆不小心丢了手机 恰好被红树剪刀后 放在了书架上 找到手机后的美家发现 手机号码全被红树删了 只留下红树自己的手机号 从那以后 红树每天没凶没躁地给美家打电话 即便放暑假了 二人仍天天保持着通话 虽然是一位 虽然只是萍水相逢 但他们却无话不谈 美家渐渐地被红树打开了心扉 对红树充满了好奇 不久新学期开始了 二人约定在学校的游泳池见面 红树特意拔了一束花送给美家 但美家觉得 学校里的花不应该随便拔 没有收 看着眼前的红树 染着银白色的头发 戴着耳环 像个不良少年 美家不禁有些失望 扭头离开 放学后 美家看到红树 把那树带根的小花重新种好 还用喷头 制造了一个小彩虹 这让美家泛起了涟漪 二人坠入了爱河 很快二人便发生了关系 然而 红树的前女友 十分记恨这对甜蜜的恋人 阴险毒辣的她 不仅找人轮流欺负了美家 还在学校里散布桃色新闻 这让美家蒙上了阴影 于是红树把前女友教训了一顿 还陪伴美家走出了伤痛 不久美家怀孕了 红树兴奋不已 并承诺 一定会给她和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二人会见了双方家长 决定奉子成婚 然而 圣诞节这天 红树的前女友再次找到美家 并将美家推下楼梯 致使美家流产 红树一直在身旁安慰着美家 二人在公园里堆了个小雪人 当成流产的孩子来纪念 并且约定 每年的圣诞夜都要来这里祭拜 就在二人憧憬未来的时候 红树却被查出了绝症 她知道自己活不过二十岁 心里十分痛苦 为了不让美家再次受到伤害 红树开始假装对美家冷淡 还故意当着美家的面 和别的女生亲热 被抛弃后的美家彻底死心了 二人不欢而散 到了高二的圣诞节这天 失恋的美家 邂逅了对自己抱有好感的大学生阿优 两人开始交往 高中毕业后 美家和阿优考进了同一所大学 她每天都被阿优的温柔所围绕 不再会想起红树 就在今年的圣诞夜 美家一如既往来到约定地点 祭拜流产的孩子 在那里 她遇到了红树的好朋友阿棒 原来阿棒是被红树拜托来 祭拜孩子的 她把红树患有癌症的事情 告诉了美家 红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因为她不想连累美家 所以才选择了分手 听完这些话的美家悲痛不已 她想起了和红树在一起的日子 决定回到红树身边 她把自己和红树的经历 告诉给阿优 善良的阿优选择了谅解 美家赶到医院的时候 红树正躺在病床上 美家满脸泪花 大骂红树是大笨蛋 之后 美家陪伴红树 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红树说 等她死了 就要变成天空 这样她就可以随时看到美家了 就在美家去写二人照片的路上 突然接到了红树并威的电话 二人通过视频看望着彼此 红树在说完最后一句 我爱你后便离开了人世 在电影的结尾 美家来到以前回忆的河边 看着红树的日记本 对着天空说 我现在还在和天空恋爱着 爱就像天空一样广阔 只有爱过的人 才能真切地明白 爱一个人 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笃定